我国的海上力量再度有了质的飞跃 就在几天前 由我国自主研发的003型航母 正式举办了下水仪式 而此仪式已经公开 也迅速引发了广大国内外网友们的高度关注 越南有部分网友惊呼 中国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快的惊人 就连日本网友也觉得咱们的航母酷 不过003却已经不是咱们国家的第一艘国产航母了 那么为何它还能引起国内外网友们的高度关注呢 比起我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003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而它的诞生对于我国的意义又有哪些 本期视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 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点赞关注 此前003的下水仪式正式在江南造船厂举行 而那个挂着彩带漂浮在水面上的庞然大物 也是满足了一众军迷们的各种幻想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003的诞生也为咱们国家的海军实力开启了新的机缘 其实在此之前 我国已一直在尝试追赶美国的航母建造技术 虽然我们成功靠实力造出了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技术还不完善 所以虽然咱们已经在库兹涅佐不及的基础上 进行了大量改良 并且其航母的子系统也争取实现了全部国产化 但毕竟在这艘航母的设计方面 咱们还是得到了苏联遗留图纸的帮助 所以山东舰和003这样 完全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母舰 在意义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并且在003问世以前 咱们的航母最多只能达到舰载机的 滑越起飞能力 而003则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大改进 由于其内部装有弹射器 所以在作战效率方面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通常滑越起飞为了保障舰载机的起飞速度 只能依靠减轻机身重量的方法 从而影响了飞机的续航以及作战能力 但是装有弹射器的航母就不一样 它无需考虑重量对于舰载机起飞速度的限制问题 并且能快速地弹射起飞航母舰载机 从而使舰载机的起飞速度变得更快 而我国在这一项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也大大提高了我国舰载机群的作战效率 实际上在我国的003问世之前 该技术却一直处于被美国垄断的状态 许多想要拥有这一技术的国家 就算是花高价照他们收购 都不一定能获得他们的许可 而在后来英国也是彻底放弃了这一技术 而是直接采用与之相比起来 要落后许多的跨越起飞模式 在此期间美国也在不断革新 他们的各种军事技术 所以再往后 他们航母所装载的弹射器 也从原先的蒸汽弹射 逐步发展到了现在的电磁弹射 而要问两者有何具体区别 那就是电磁弹射的体积更小 弹射力量更大 最大弹射重量特达70吨 并且两秒内的弹射速度为140G 就连弹起一辆99式坦克都不在话下 那么区区几架舰载机的重量 对于它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值得一提的是 该技术除了运用于美国的胡特级航母之上 那就是由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003级航空母舰了 可以说拥有了它 咱们就掌握了绝对的国际话语权 同时也保障了我国海陆运输的安全 虽然在此之前 美国也一直在鼓吹航母无用了 但是咱们眼睁睁地看着美国依靠先进的航母技术 组建了如此强大的海上利润 自然也就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 于是在这个和平又充满着动荡的年代 依然决然地倾尽全力 偷身于军事技术的研发与突破 最终才使得咱们这艘003航母成功问世 并于6月17日顺利下水 不过特别看咱们的下水仪式举办的这么成功 但在那成功的背后 却隐藏着无数科研人员的血泪心酸 四年前003级航母的首个总段 在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场中首次亮相 从画面中来看该总段的最大宽度约为42米左右 而它的出现也赋予了003一段全信的生命 并且从那以后咱们也能开始同祖国一起见证003 以一步步的成长 19年1月 003的尾部分段曝光 基本可以确认它采用的是现代航母常见的四轴四脚推进系统布局 而在年底的时候 船体中部以及首部分段也基本上建造完成 两年前的6月 船体各分段完成了转运 并且在4月开始进入江南造船场的4号船物 开启了屋内建造阶段 年底 003的船体分段完成了赫裸 去年5月 舰岛模块现身 飞行甲板铺设顺利进行 并且在工程推进到6月底的时候 舰岛吊装完毕 飞行甲板铺装工作也基本完成 7月份 003的动力系统 由哈尔滨七轮机场生产的七轮机组 运地江南造船场 两个月后 摊设计开始 安装施工 到了今年3月 003在外观上的最后一次大便动完成 且在当月 003的第二部升降机完成了安装 至此 003级航母的主要船体结构 基本建设完成 全部船装 机装 罐装 也都基本完成 甚至已经具备了初步下水条件 虽然后续工作 受到了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但是 除了造成一点延期以外 也无伤大眼 对该项工程的总进度 影响不大 而接下来 003就要经历一系列的西装 纵装 试航 装配占领等考验阶段 西装是整个船舶建造中最为复杂 混乱的工序 因为它通常需要对船上的各种设备 进行安装和调试 如果只是用于日常各种需求的民船 商船还好 然而 对于子系统颇多 装配要求也颇高的军舰来说 就显得十分令人头大了 不过由于现代造船工艺的提升 如今很少有造船厂 会等整条船成型以后 再开始西装了 而是在船体的各分段完成以后 就开始进行分段西装 然后 再把它们拼装起来 组成总盾 而在总装方面 我国则采用了与之前 完全不同的建造工艺 那就是总盾 建造法 一般来说 船制的总装方法 主要包括三种 即塔式建造法 岛式建造法 以及总盾 建造法 前两种建造方法有些类似 就好像是搭积木一样 只不过一个是横着打 另一个是竖着打 直到把船的分段 全部组装完成 不过 缺点就是 入屋后工作量大 因为船制的分段很多 而一点点焊机器了 当然会需要比较长的 船无周期了 而这两种方法 也会面临着一系列的 焊接变形等问题 所以为了弥补这些缺点 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 就在基础的造船工艺上 加以改进 最终便形成了 总断建造法 而比起塔式 和岛式建造法的 许多小分段拼接 总断建造法中的分段 就大了许多 所以拼接起来 已经不像是 体积烧小的积木了 反而更像是 连接货车车厢 而且 该建造法 也更能节省船无周期 从而为造船厂 省下许多时间 与建造成本 但这种技术 实现起来 也是十分困难的 除非造船厂的工艺水平 和硬件 全部达到邀请 而且 这两个硬形条件 是缺一步刻的 有些不懂的关注 可能会疑惑 困难在哪里 所以 在这里 就要举一个 比较具体的例子了 首先 一个船舶的总断重量 最起码能达到 千吨以上 甚至 有些巨型总断的重量 更是逼近万吨 而世界主流造船厂的 龙门吊设备 极限载重普遍 都在千吨左右 而且还要为了安全 留出一定的空间 也就是说 不能让机器 承受极限重量 因此 想要实现 总断建造法 对龙门吊 海上起重机 或浮船屋等 设备的要求 就非常之高 其次 要想将两个巨大的 总断成功 拼接在一起 除了对 以上设备的要求以外 对拼接的精度 也要求破高 由于各总断 在建造转运的过程中 都会积累误差 而这些误差 一旦到达某一程度 这两个总断的 焊接位置 就难以照期 甚至严重的话 还需要办公 到时候 麻烦客就大了 而总断的误差太大 导致了焊接工作 无法顺利进行 也会影响 该船只的西装工作 因为在组装船只的过程中 不仅要保证船体 焊接整齐 埋在船内的各种设备机口 管道等 也需要对接的 分毫不差 所以想要实现船只的总断建造法 其实并不简单 其实可以说是相当困难 就连美国的福特级 尼米茨级等航母 使用的也是较为传统的 踏式建造法 而我国却在09年 建造H1133型 17.7万吨散户船的时候 就验证出了这一建造法 并且成功将这一方法 延续到003的建造之上 这也是我国首次使用总断法 纵装大型军舰 而另一艘与我们一样使用了 纵装建造法的 则是英国的 伊利沙白女王级 当时的伊利沙白女王级 被分为了六个大总管 并分别交给了五个不同公司 进行总装 待其中 所包含的35个小模块 纵装完毕以后 再交由罗塞斯造船厂 进行最后的纵装工作 那么 罗塞斯造船厂 又为何要将一个完整的军舰 分给多个船厂 来完成建造呢 其实是因为 当时的罗塞斯造船厂 还没有独立完成 航母建造的能力 于是 才不得已将全舰 分为几个总段 并交由其他造船厂 进行总装 而咱们的江南造船厂 则与之不同 我们完全有能力 独立完成船体的建造工作 并且 由一个船厂 来完成建造 对军舰的整体质量 也能更好把控 所以 咱们明显 是更具优势的 而在有了此次军舰的 总段建造经验以后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 咱们也能在这一方面 摸索出一套 自己的流程 与标准 从而为日后 大批量建造军舰 提供高潮的工艺水平 与严苛的品质保障 不过 虽然003 在日前已经成功下水 但这 并不是它传生的终点 而在此后 这艘海上巨兽 也将会面临着更加严格的考验 那么 本次003航母的成功下水 对于我国来说 又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呢 其中最浅显的就是 各国航母的发展水平 代表着各个国家 整体海战实力 而003航母的问世 也使得咱们中国 第一次具有了大规模 远洋火力输出能力 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咱们提高了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以及话语圈 其二 本次003航母的建造成功 也标志着咱们国家 在军舰技术上 将开启新的机缘 而我国在造船工艺上的 全新突破 也将会对未来 中国军舰建造技术 带来巨大影响 73-003的成功下水 对我国的海上运输方面 也提供了巨大保障 而在这个既充满和平 又充满了动荡的年代 能够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 从而保卫国家安全 也成为每一个军事技术 相对落后的国家 以及人民的夙愿 而我国在拥有了 003航空母舰以后 显然已经把一众国家的 海战实力 甩在了身后 并且与我们有着 相似实力的老美 也将会顾及我国 近年来在军事方面 倍速提升的实力 毕竟相比于美国 用了11年 才建造出来的 航空母舰福特号 咱们的003 可是仅用了5年 就已经成功下水 而003的诞生 也终将结束 美国长期以来的 海上霸权 那么 在本期视频的结尾 也希望大家 能够一起 衷心祝愿我国的 海军实力 越来越强 如果大家对本期视频 还有什么个人看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 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